大家好,我是阿蘇 707 這個小鎮叫707 這個名字是不是有點特殊 這確實是一個特殊的名字 以及地方 因為這裡是 曾經滇綿公路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離坤明有707公里 所以這個地方就得名707 這個地方由於在抗戰時候 是一個物資的轉運地點 這個地方也就從那個時候就開始繁華 繁榮起來 也就 逐漸形成了一個 輪延寄居的地方 最終發展成為一個鎮 這裡 就是 抗戰點綿公路的一個重要地標 這就是點綿公路 這裡屬於施電線的地盤了 寶山地區施電線 施電線 其實就是抗戰時候的 重要的後方 以陸江為界 在陸江東岸 抗戰的鎮軍 抗戰的鎮軍 基本上分布在這個 施電地區 施電這一片區域 這條路就是點綿公路 往前走是前往到陸江紅旗橋的地方 去紅旗橋 惠通橋也就是走這裡 但是道路中斷 我就只能改道了 因為改道讓我有更多機會看到更多的抗戰遺跡 這裡是 從707往南走 從708往南走 腳 這裡是游望鎮 當年這裡是盟軍的聯絡處 好啦,歡迎大家給阿蘇點贊 轉發、評論、留言 更歡迎大家訂閱阿蘇的頻道 可以跟隨阿蘇的鏡頭去看更多風景 咱們的下一站 惠通橋 pops up 張好 謝謝 文明 感谢观看